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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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乱了 天哪 这还是女人的房间吗 男人的房间都不会这个样子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哎呀 就往这边门一扔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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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你这三十六年 男人生活在垃圾线里边 他怎么知道 是不是 人是个男人托呀 看人家的男人托 他都满有味道的女人 可惜 太可惜了 贫于快乐小子 男人托 男人托 一个男人托 我告诉你男人托 我一切都是为了毛笼 你知道吗 为了笼笼 我可以忍 我忍 我忍 我真 这 我真 你说我允离 我 ial 我说老魏看起来俩眼不像 他肯定也觉得很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咱们这就叫做火力侦查 你说的 干啥呢 草莓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草莓 你干啥呢 突然跳出来吓死人了 你俩俩凑一块儿了呢 我们刚才一块儿吃饭来着 你俩吃饭 吃啥呀 鲍鱼 海参 大燕窝 咋的了 还得跟你归报啊 是吗 不可能 吃那么好 不可能 你今天怎么那么闲啊 食商院没事啊 没事 正好闲着无聊 你俩干啥去啊 带着我呗 我们有点事 我们草莓 你 闲着 并不代表我们也闲着 行吗 来 咱们 那儿有棵树 最大树荫的那个 那儿是比较凉快的地儿 你跟那儿打一个 行吗 我们办正事儿 你就别唱了 你俩有啥正事儿 带着我呗 改天啊 改天我们再一块儿吃饭一块儿 一块儿逛街 咱就一起吧 别蹭定了 一起吧 别跟着 走 不让我跟 又不让我跟 我也跟 跟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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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把脚放下去 怎么样 有点意思 单身 关键是身体健康 就是有点胖 胖不胖 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 原来姑姑挺可爱的 你别说啊 这些华尘衣 现在看着穿着 也挺狼气 还真是 越看越顺眼 以后咱们 就叫她绿叔叔了 你儿高兴 你叫爹也行 我告诉你 我妈也就是一西洋红 我们哥仨管谁也不可能叫爹了 这是底线 她什么意思 我问过她了 她也有那想法 我就说这事啊包在我身上 那还等什么呀 素素拿下呀 我哥 现在好男人哪个年龄段子都抢了 见一个少一个见一双超一双 就这样的 拿下 只要你这儿能顺理通过 妈那儿 我相信没问题 就我们店 小心 看咱们俩了 这咖啡很好喝啊 蛋糕更好 真的 等着吧 喂 这蛋糕送你们 谢谢啊魏叔叔 太客气了 小意思 请慢用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呢是我的小姑奶奶 余果 这是蛋糕店的老板魏叔叔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穿衣服很有性格 真坏说话 您的也不错 见笑了 听说您的蛋糕很好吃 这个还可以 回头我给你们做我最新创业蛋糕 明天我想好了 什么呀 美好时代 好听好听 等您什么时候做好了通知我一声 我给我婆婆带一块让她尝尝 好啊没问题 你们慢用 好 眉毛怎么这么长啊 我跟你说眉毛长好长寿 赶紧尝蛋糕吧 来来来来 怎么样 好吃 以后有免费蛋糕吃 妈您看 这是美好时代蛋糕 名儿好听吧 更好吃您尝尝 妈不是说了吗 我生气了 她花这么多钱买这个 我知道您不生气了 您是谁呀 这么大气一人 怎么可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尝尝吧 我给你切 不不不 好甜了 我不吃 您要不吃 就说明您还在生我气 真没生气 那您就得尝尝 少切一点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名字也好听 美好时代 真的好吃 来 你挑一块 嗯 很久以后 婆婆吃蛋糕的表情 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想 那时候的婆婆和老魏的心里 一定充满了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 才会有因为美食而产生的 如此会心一笑的默契吧 我就觉得这事肯定不对 你想啊 雨果和嫂子 咋突然那么好啊 这里面肯定有事 于是 我 你跟踪他们了 老公你咋知道呢 这是你的强项 对 这方面我比较擅长 我就跟踪他们 我看他们进了老魏蛋糕店 他们吃了几个蛋糕 也不吃蛋糕的事 他们俩是鬼鬼祟祟进去的 刘草梅 是你跟踪他们 鬼鬼祟祟的应该是你啊 你说你没事跟踪他们干什么 我好奇啊 我后来我一天一探 我一张一望全明白了 一手掌握了 你猜咋呢 最贵的蛋糕多少钱 不是蛋糕 发生大事了你猜 我不想猜你说吧咋变了 他们俩要对咱妈下手了 刘草梅 一个是她女儿 一个是她儿媳妇 她们对妈下手 他们俩能把妈给害了呀 他俩又把咱妈给卖了 他俩一走我就找那服务员 我看一问 我全都明白了 姐 磨叨什么呢 你收拾好了没有啊 说什么 今天不工作了 今天不工作了没心情 行 我先走了 拜拜 快走吧 不工作了再见 再也不要见 再也不要见 说什么 这这得来说 我过来说 别接 你是不是也要画楼梯花 啊 我画楼梯花你高兴吗 不高兴 所以我让她走了呀 我告诉她今天不工作 不是今天不工作 以后你不喜欢的事我都不干 真的啊老公 当然 哎妈 太好了 你要早这样该多好啊 你怎么早认识到这样啊 哎呀老公 哎呀我怎么饿得很 那老公我给你做饭 我回来给你做饭一下吃啥啊 你说 我想吃 哎老公这样吧 我给你做一个咖喱牛肉 再做一个红烧带鱼 好不好 你现在就做饿了 哎 没问题 啊老公 我再点个咖喱 哎呀老公 老公一下啊 今天到家半小时给我打电话 好 我就给你烤烤烧肉 烤烤肉 烤烤肉 你到点一定给我打电话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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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点 走吧 你真是 你不是干活心不在焉的 那个什么柔柔啊 你过来帮我一下 妈我这不是帮你收拾呢 我要问他点事你快去 又怎么了又什么事啊 你看把你给吓的 我问他点别的事 我跟你说啊 那事过去了啊 你别的事啊 别再提了啊 我问他没得吃什么 妈 你叫我啊 柔柔 那个 蛋糕给他留了吗 留了 在冰箱里 那赶紧去快 饭后甜甜吃点吧 来 吃吧 不是让你在这儿吃 想上屋吃去吧 快去吧 看我干什么呀 我吃蛋糕去 你找我还有事啊 来 那个 怎么了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柔柔 妈问你个问题啊 你就当 问了也没问白问 白问 问我也没问 还白问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 我问了也没问 白问 就是 问了也白问 您是想说 您问我一事 然后 我就当您没问过一样 对对对对 放这一样 那您问吧 这上次 你说给我介绍一对下 不不不 妈我发誓这事我再也不提了 你误会你没领会我的意思 精神你没领会 对我的意思不是说了吗 是问了也没问是白问 这这一部分吧是以上 嗯 以下部分呢就是我问你是白问 但你听不能白听 你得如实回答我 行我知道了 行那您 那您继续问吧 真明白了是吧 明白了 那行 我 我就是想知道 我在你们年轻人眼里 我 应该找一个 什么样的对象合适 您 真的想知道啊 一下了 一下 好 那 那 我得先问您一个问题 我 我不是白问啊 您得如实回答 如实 您觉得 今天那个美好时代蛋糕怎么样啊 你先别说那蛋糕的事 你刚才我不是说你 您就问这蛋糕你觉得怎么样 我就这蛋糕好吃 好吃啊 真的好吃 味道挺好的 你再回答我那个啊 这蛋糕啊跟这事有关系 有关系 你看你 我不问介绍你 你看是 你总不能给我介绍一蛋糕 你问这蛋糕是谁做的吗 你看越说越远啊你 这做这个蛋糕的人 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人 谁啊 老魏蛋糕店 老魏 老魏 就他 不 怎么了吗 妈 你这 没有 我这 当你白问了吗 妈 老魏 魏东平 六十二岁 身高一米七五 体重一四一百八二斤 老魏蛋糕店老板 我亲口问过他 愿不愿意再找个老伴 他说他特地去做了体检报告 他想有个家 不 你说你给我介绍的人是老魏 老魏 你没跟他说是我吧 没有没有 还没到那一步呢 我不得先了解您的想法吗 反正老魏那边的态度很明确了 他肯定是希望再找一个的 妈 经过这么多天的考察 我觉得吧老魏这个人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跟您可以谈得上是门当户对 你说我跟老魏门当户对 我说的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啊 所以妈 我觉得吧 你们可以试试看 先大家交个朋友 走动走动了解了解 从朋友开始嘛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问了也是白问 是 您是说了您是白问 可您得让我真回答呀 这个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妈 您看 这么多年 您辛辛苦苦地 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 现在一切都挺好了 您可以开始享受 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再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事 以后陪伴您的就是老魏 老伴 我的生活呀 就是咱家这几个孩子 我的世界就是这个家 将来你们再都有了孩子 我就给你们带 家庭嘛就是这样 一带一带过来的 我都这把岁数了 要是再再嫁 让人笑话嘛 咱又是英雄家庭 对你公共也不敬啊 妈 可是都 我不说了吗 问了也是白问 那白问的意思 您明白了吧 您的意思我当然明白 可现在关键的是 您对这件事 您想明白了吗 笑脸外了 好喝 老公到位了啊 到位了 这大眼睛这家伙 一闪一闪 亮晶晶忽来回 我有话要问你 这吓我一跳啊 这怎么还气哼哼的呀 怎么了 谁又惹你了 您问 如果说咱妈在嫁 你会反对吗 开什么玩笑 睡觉 你说你们做儿子的 是不比女儿更反对老妈找老伴啊 妈晚上要跟你说什么了吧 也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吧 我们大家如果能够支持和鼓励妈 有自己新的生活 她可能会比现在更快乐一些 你这话说的 妈现在不快乐吗 她现在的这种快乐和 其他人给她的那种快乐 是不一样的 算了 跟你们男人说 你也理解不了 妈妈 我们家的情况你还是不太了解 我十二岁我爸就没了 从那时候起 我就帮着我妈 带着我弟弟我妹妹 我有时候都觉得 我这个当大哥的 就跟半个爹似的 这就是长胸无腹的感觉 我从来就没想过 将来有一天我妈会再给我找一个爸 从来就没想过 那要是咱妈真的找了 你会不会反对吧 以后别再提这事了啊 为什么一提到婆婆在嫁的事 愉快就这么敏感呢 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 儿子对母亲的情感和女儿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你很想要梦 çok Text 好像不知道 爹立了 说灰难这个 其实我是在演献本上的 大家最要是走的人 全都抽狂了 爹就了 好 来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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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俩都不能来手 还需要清理身 这 这观察能力还挺强 你看 赶紧进屋吧 好 来 拖鞋都让你给吓掉了 好 来 你走 草莓 草莓快坐下 快坐下 草莓 先别哭了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这玉琦怎么回事啊 说说说 玉琦可那个兔妥她又跑了 还把我骗回家 让她就不管了 我的心都碎了 妈 你肯定为我做主 草莓 我走了 感谢你的关怀和帮助 鱼记鞠躬 你 你放心 她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把她抓回来 不不不哭了 草莓 大哥也替你做主 等这小子回来 大哥收拾她 给你出气 就是 我就不信她永远不回来 是吧 行了 不哭了啊 草莓 这事千万别跟你妈说 完了 我跟我妈说完了 这孩子 这 这又是嘴快 没事 没事 不哭了啊 说了就说了 这没什么 鱼记 肯定是鱼记回来了 收拾她 收拾她 得了 妈 你们都看着 少没看着啊 看大哥怎么给你出气啊 这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这么热闹啊 这么晚了没休息呢 不是鱼记呀 容容 带草莓上鱼馆那屋去 行了 儿媳妇们都先上那屋去吧 怎么了 来会儿看见雨季没有 行行 赶紧先进屋吧 没事没事 来来来 坐坐坐坐 这么晚了有事啊 我是来跟你们商量商量 虎子上学的事 虎子上学 是不是有点早吧 怎么还早啊 现在上小学啊 必须提前两年报名 要不然就报不上了 所以虎子这事啊 必须是未雨绸缪 那倒也是啊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对 你跟我们说说 怎么计划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给虎子啊 报一个美国学校 纯英文式教育 你想啊 虎子以后的母语 那就是英文的了 他周围的人呢 也都是美国人 那他的视野得多宽阔呀 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就不一样了 不 那就上外国上学去了 不去国外 就在咱们这儿 有私立学校 是美国的 美国学校 就贵族学校 就特别贵 你瞧瞧你愉快 你想什么价钱呀 你是不是就这一个儿子呀 妈 你现在是不是就这一个大孙子 就算愉快以后他们再生 也未必生男孩是不是 所以呀 我要为您这大孙子负责 我不能让虎子输在起跑线上 不是 咱这虎子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吗 就上中国人学校就行了 上什么外国人学校啊 这不崇洋媚外吗 妈 妈 妈 没有什么崇洋媚外 不崇洋媚外 就说这虎子这个性格呀 他不适合上外国学校 你说对了 就是因为虎子这个性格 所以我才想让他上美国学校呢 你想想啊 上咱们这儿的学校 那些学生 他们就会说三道四 问你爸爸是干吗的呀 你妈妈是干吗的呀 要是知道他父母是离异的 那虎子就抬不起头来呀 这怎么就抬不起头来了 你只要家长不给他灌输这些 就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我从来不给他灌输这个 我的意思是那个大环境 社会大环境不一样 你想想如果上了美国学校 那美国人离婚率特别高 所以啊他们不在意这个 也不会议论这个 他们那人就特别的开心 不不不 那华天璐 你也别我也别喷了啊 我就是说 我早就说你说你们俩一离婚吧 这受伤害最大的就是虎子 现在怎么样问题出现了吧 再说这教育问题 教育上咱们不跟别人攀比 咱比那个干什么呀 是吧 行了 甭说什么攀比不攀比的 不是就是怕花钱吗 华天璐你这就不讲道理了啊 自打你进门到现在 我们提过钱的事吗 问过多少钱吗 为虎子砸锅卖铁我们都舍得 我们就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 虎子教育那是大问题 就连虎子教育你们都不管 那以后虎子发展成什么样的人 我就管不了了啊 华天璐 你不管了是不是 那好 你交给我们 你把虎子的分享权变更过来 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来管 我这三个孩子不教育挺好吗 对不对 我们一个英雄家庭 这样一个家庭教育不好一个孩子 这事这倒简单了 抚养权一变更完了 就这么定了 对 我看行 就这么定了 什么就这么定了呀 咱俩离婚虎子抚养权已经判给我了 我现在跟你们谈的是 虎子的教育问题 你不说你不管了吗 你不管我们管呀 你把抚养权一变更不就完了吗 连虎子教育问题你们都不管 还贪什么抚养权呀 抚养权的问题你们就甭想了 我不会把它给你们的 孩子上学的事 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反正我再呢 就这个 就他 能教育好孩子 赶紧把抚养权要回来 妈 妈 妈 什么孩子你让他教坏了 不生气啊 咱甭跟他生气 你放心 抚养权我一定要回来 这华庭路啊 还真是软饮不迟嘛 不过你放心 我呀 我一定要想办法 好好找他谈一次 争取把虎子的抚养权要回来 没那么容易 你说这回这么一闹 华庭路更不想让我妈见虎子了 你说自打从虎子上次来到现在 多长时间了 我一跟他说要见虎子 他就跟我说虎子回上海了 要不就跟他姥姥去旅游去了 总之就不在北京 就是不让你见 老公 如果 让虎子到我们幼儿园来上学 那这样 咱妈不就可以天天见着虎子了 这倒是个办法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你老婆你看看你这个脑子 这你这么聪明啊 你太聪明了 你可算夸我了 你不一直是我笨吗 那我不是逗你的吗 你真笨我也不会找你 是不是 不是 可是这事如果跟华天路提出来 你说他会同意吗 确实有难度 不过总归有 会有办法的 我来想办法 我这都刚给你换的 上次虎子回来我都没让他用 你看看这沙枝特别好 特别细 你是他的事在这儿住着啊 妈 那虎子不会一去不复返不回来吧 那叫一走了之不叫一去不返 他敢我打折他腿 妈 那我这是不是就叫做守住待兔啊 你这叫守望幸福 妈妈妈 那华天路来干啥呀 他能干什么要钱呗 看我把户子的分享权要回来 我怎么收拾他 没事了啊 那妈您好好休息 好好 好 妈还挺厉害 那于稷手机一直关机 我联系了他几个朋友都说不知道 后来我又找了几个人 也没找到 反正 我想估计是太晚了 等明天白天我再接着联系吧 这草妹怎么就非喜欢他呢 于稷就不靠谱 行 你得等于稷回来 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这于稷 他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吧 不会 于稷我太了解他了 你看他平时乍乍乎乎的 其实他挺有分寸的 再说草莓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是吧 也不会闹到哪儿去 你看 对了 容容跟我说了一想法 她说呀 说想让胡子转学 转到他们幼儿园去 这样你就能天天见着胡子了 转他们幼儿园去 那这好啊 那华丁路能同意吗 反正我过两天我找他谈谈呗 我做到他工作 胡子要真能转来 我就天天能见着我大孙子了 你放心吧 保主让你天天见着胡子 那一说我真想孩子了 那行 那你早点休息吧 别 别 别想那么多了 那什么 对了 那个草莓他妈那儿 他要是知道余姬又跑了 肯定又又该来闹来了 你上次假怀孕那次闹的 在小夕没不知道的人 要不你去看看去 行 这事包我身上了 你抓紧 要不他明天一大早他就能来 我明天一早我就先堵他去 对 放心吧 妈 你赶紧休息 赶紧早休息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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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板呢 我们老板不在 不在啊 对 这么早就出去了 他有事情 好好好 对了 那麻烦你把这花交给你们老板 那先生您怎么通过呢 一块他知道 好的您慢点再见 再见 快点 小梅 怎么带 我求你了 那那歇会儿吧 别哭了啊 来 来来来 累了吧 那喝点口水 阿姨 妈 你别哭了 你放心 婆婆家 会对我好的 母带 草莓对不起啊 这算啥呀 这算啥呀 你 一起跑了 可不是第一次了呀 要一次 不自而别 要一次 人间生法 要一次 不要我女儿了 去看看 这草一定是真啥呀 妈带你先别哭了 阿姨 是这样啊 我说句公道话 是于稷自己要走的 跟我妈没关系 是 什么唯丽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再说 我妈对草莓怎么样 你也看见了 她是真的好 忙扰 壮 这没霓裳话的缝 我今天来不是吵架的 我就想问一句 今后我们家草莓跟余气的日子 到底还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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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这肯定得过下去呀 这日子 阿姨 阿姨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做生意的 这话传出去好听了 别人都以为 我未来女士跟别人私奔了呢 我女儿的脸往哪儿抱 我的脸往哪儿抱 阿姨 那个 你听我说啊 这事吧 第一 余气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第二呢 我们会尽快把余气抓回来 给您当面道歉 对 是 第三呢 在这段时间里 草莓就住我们家 是 是 那咱一起照顾它 对对对 我们一起照顾它 是 第四呢 马荣荣 你说你 在这儿瞎插什么话 你说你 不就是个当儿媳妇的吗 你凭什么 只手画脚的 这荣荣不是也着急吗 她也是好意 再说她跟草莓 这两个人感情也好 那 她是好意 你别误会 你别误会 不 你们听听 你们看看 我女儿在自己家里从来又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不 你别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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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 草莓 你刚才容若说了前三啊 我说第四 这第四 这第四点呢 来 来 草莓 草莓 来来来来 这是我祖穿的 也是我的陪价 送给你了啊 送送给你了 可是 带着有点松啊 你看 这二十四K金的傻孩子 这不是活气吗 你这一捏 一捏就紧了 你这不紧了 我紧点 可嫂子 这款式是不是太老气了呀 不会呀 这款式比较简单 也永远不会过时 再说了 师妈的一片心意 有经年意义 是老货 这 这橙色就是不一样 是不是 你看 是 你看 越看越顺眼 谁让我喜欢草莓了呢 咱俩好嘎也好 给个面子啊 误了 妈 婆婆送我金链子了 可送嫂子那个金镯子 能汇好你一个金链子呢 你咋这么不识大底呢 你你婆婆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 这全家宝你知道吗 这么这么不识大底呢你 你这这怎么是我女儿呢 那我想象 你真的是太感动了 你你 你对我们草莓 这个是太好了 应该应该的 也许我还将来送她一个金磚的 那 当有条件的时候 一个贵贵重的 好 喂 大陆 我是鱼快 对 我找鱼记 鱼记呢 拍片子去了 上哪儿拍片子去了 不是 关键现在找不着他人哪 手机也打不通 你告诉我吧 谁能找着他 找谁 小刚 小刚 我知道倒是知道 不就是留大长头发那个吗 我没他电话 你把他电话给我发过来 快点啊 妈 这个新镯子还给您吧 您看您把 陪假的东西都给我们了 自己也没剩什么 这镯子反正我平时也不怎么戴 您就拿着吧 这是妈送给你的 瘦着 我知道 那还是您收着吧 妈知道你是真心的 是妈的提心小棉袄 快收着 你说这草莓 哪怕有 不说了 妈这么做呀 就是图个家和 家和才能万事兴 你说是不是 妈 你太厉害了 太带劲了 真不是白给的 你听我婆婆说没 要给咱块大金砖 对我那么好 我想都不敢想啊 不对呀 就是那金砖闹的 看咱俩啥还没到手呢 就让金砖给绕糊涂了 他不说给咱买了吗 你 草莓啊 我都不知道 你看看余记哪点了 你那么死心塌地地对他 妈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人有文化 人那说话卡卡的 出口成章 有文化啊 稍微别说了 你去搬到余家去住 嗯 胡乳虎穴 咽的胡子 溜草莓 溜草莓 你 你说你这形容词用力 啥文化水平了 伯伯家咋能形容成虎穴呢 哎妈 我婆婆可比老虎厉害多了呀 你跟人家毛茸茸多学着点 你看人家哪家 差拔面来风的啊 你呀 好好在家坐着 等余记回来 看妈妈我怎么收拾她 嗯 听妈的 过儿 怎么着 余记有消息了吗 你跟谁说话呢 你横横的你 有消息了 说是进山了 在一什么村里呢 特偏 北边 这小子想干嘛呀 他真玩离家出走啊 他走什么走 他往哪儿走 他拍片子去了 说要办什么展览 走的时候也不说清楚 什么玩意儿人 还弄一破条 他想干嘛呀他 行了行了 他都跟谁去的 一模特儿 叫什么兔兔 还有一大堆人哪 还有什么灯光啊 摄影啊 不少人哪 你信吗 我得打你个话 行了 你别打了 我一直打着呢 根本就不在服务区 他进那山里头 手机就没信号 是余记进山之前 给展览公司的人 打了个电话 他倒好 只要抵抹油就跑了 家里怎么办啊 听说那柳草莓张手单 一大早就杀家去了 能用复得了吗 这事你别管了 我处理 再来 和我愿意 云震 云露 令发明 应该与这事我 照顾这事我 遇到你 尝试 我愿意 躲着 会在你身边 原来幸福 并不太遥远 躲进了一把伞 相互取暖 简单的承诺 永久的拥抱 快乐的眼泪和真心的微笑 清晨眼里映出的美好 我们牵着手 慢慢变老 简单的承诺 永久的拥抱 快乐的眼泪和真心的微笑 清晨眼底映出的美好 我们牵着手 慢慢变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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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